同学们 我来跟大家聊个话题 叫做文案的包装 这里呢 我看到有三个关键词 分别是类比 整合还有引用 引用呢 咱一句话说完 先把它给解决掉先 所谓引用 那就是引经据典 或者说 我们以前这样聊的什么 李白曾经说过 鲁迅曾经说过 这个就是引用 拿它来去包装文案 是可以的 增加点幸福力 但是呢 比起引用 更加值得我们去用的 应该是类比还有整合 因为这两个用了更多 首先最有意思的是类比 我们看看案例啊 来 我们这里有一个这样的截图 这个截图呢 你看啊 它写的五大科技公司 两天增加了2100亿美元的市值 各位图表也做出来了 文字也很清楚 但是它真的是一个 可以容易被理解的文案吗 你好好想想 我给你三秒钟时间 好时间到 你发现根本不能 为什么 因为有2100亿 这个已经超出了大部分普通人的理解范围了 所以如果我不能感知 那相当于我是不理解的 好 那类比什么类比呢 我们直接找个参照物啊 就是像这个样子 它写成了五大科技公司的市值征服 相当于全美私家最大创业公司的估值之和 你看底下是什么 都是什么Uber啊之类这样的企业 对不对 那这些企业在这里边充当了一个参照物的角色 所以呢 你这个时候你就明白了 哦 原来这个2100亿是这么一个概念啊 原来这五大科技公司这么牛啊 你懂我意思了没有 所以你就明白了 当有了一个熟悉的参照物之后 我们是很容易理解文案的 这个就是类比 我们再来举例 比如说 这个笔记本 这个笔记本呢 当初的广告说 哎呀 它很薄 怎么薄 怎么薄 对吧 什么什么多少毫米 你有概念吗 你可以说有 但你也可以说没有 有是建立在 你要拿尺子出来 对着尺子来看 那你是有的 可是如果没有尺子呢 或者说我们就这么乍一听呢 你能有感受吗 你没有 好 找个参照物 你看 当初发布会的PPT 人家雷老师 直接拿个硬币 一元硬币 对吧 每个人都知道大小怎么样 拿它来做一个类比 再拿竞争对手的 也来做一个类比 你感受一下 这个 就是什么 一个稳安的包装手段了 我们再看看啊 当初 这个大米发布会 人家为了证明 他的手机是更便宜的 他怎么做 你说便宜这个事情 你容易理解不 我觉得不好理解啊 你要是跟你的妈妈 去逛过街 你就明白了 我妈妈呢 就是个数学老师 她跟我逛街去砍价 她一个公式 先除以二 然后再砍去二十块 这是她的砍价公式 所以在她的看来啊 她根本就 她就不认为有便宜的东西 那人家这个PPT怎么做的 人家很简单 她先做了个图表 把各种知名的型号 罗列出来 这是个参照物 你熟悉的 然后呢 再把所有参数 一些比较耳熟能乡的 比如CPU啊 内存的电子啊 屏幕啊等等的 全部罗列出来 好 让你知道个信息 我要么跟他们一样 要么我比他们还好 然后呢 再把这个定价这里 罗列出来 自己的打个问号 各位 这个时候 你的脑海中浮现了什么画面 你浮现了一个就是 我们都一样 对吧 或者我甚至局部上 比你还要好一点点 然后你呢 卖三四千 四五千 最便宜的水货 也要两千五百七十五 好 我卖多少呢 你看 这个时候 你已经开始 对价格有感知了 然后雷老师 在突然 把价格 亮了出来 你什么感觉 你觉得 哇 太便宜了 各位 这就是类比的威力了 当他用这样的手段 给你演示的时候 你就会发自内心认为 原来 真的很便宜 好 我们再来换一个案例 就是 这是我们说一说整合 用这个案例来说整合 啥叫整合呢 你看这个文案 你现在去看 貌似 它有结构 有逻辑 但是严格来说 它不够 对吧 它这个逻辑感 结构感还差远了呢 你就这样子 跟济流水账 其实没有太大区别 整合 就是让文案 更加的结构化 异于记忆 比如说它底下有三个段落 每个段落分别是一个手段 一个措施 它是通过这三个措施 去实现一个目标 对吧 整合一下 把它写成 通过三大措施 实现2019年 业绩十个亿的目标 你看 当你这么写 你会不会觉得它更有结构 三大 对吧 或者什么四大 四部 三部 什么六部 它这些都是属于一个整合法 好 我们再改一改 我们还可以改怎么样呢 我们把底下这小标题都改掉 让它更工整 对称一点 比如说写成这样子 增渠道 增门店 增人才 上方写着 通过三增战略 实现2019年业绩十个亿的目标 你看 这就是整合法了 通过整合法 你的文案 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好 那么这节课 我们聊了三种完全不一样的文案包装的手法 那么这里边的话呢 可能用的最多的都是这个整合 还有类比 希望大家可以好好思考 我再次啰嗦了一遍 我们这个课程的第一个篇章 都是讲内容的策划 以及一些理念的 它没有具体的操作 所以需要你沉下心来 每节课 听两到三遍以上 反复吸收 反复理解 这样子 以后你做PPT时候 你一定会感谢 现在正在学习这些课程了你的 好 感谢你的学习 我们下节课再见